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最近出了一个热点新闻 就是关于恒大的新球场要准备开工 然后网友都在吐槽建筑 就是像一个莲花 也不是像的 一看就觉得是一个莲花状的体育馆 大家都招笑这个是大妈审美 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个设计是老板设计的吗 这个很正常啊 老板 只要是老板设计 其实我觉得不止中国 国外一样的 只要是老板设计的 他的员工一定做好了 那么只要是老板设计的 或者说只要是投资者设计的 一般情况下 别人也就认可了 但你认不认可这个美感呢 我们来看一看 肯定不认可了 肯定不认可了 那这里边呢就 这里面说明两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是 对于老板或者投资者 或者说是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 他们关心建筑的一个重要心态是 他们认为这个建筑就是自己的成就的一个级点美意 哦很多都这样子了 美国也有很典型 就是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 他的这个川普大厦就是这样子的 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被人家那个吐槽的说的奇丑无比 然后这金色的一块方珠子 这个说明一个很简单道理 建筑是权力和资本的重要的象征符号 尤其是公共性点 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建筑界有很多争论 这是第一个方面 但是还有第二个方面 就是建筑师的重工 建筑师我们说的重高一点 当然建筑家 其实咱们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这个接活老 他接活 他最重要的是接活 把这活接回来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说的正确一点 建筑师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的雇佣的专业绘图机器 他们只是提供一些让你这个奇怪的设想象征投资者和权利者的这个社会地位和权利象征的这个方案 变得从建筑上似乎可行 那么建筑师如何才能获得他所认为的重要的独立地位呢 不太容易 因为人家一大笔投资给你 一大笔投资给你呢 那就凭什么理说了算了 所有大投资者内心都会因为自己巨大的投资或者拥有巨大的权利 都理所当然的 虽然表面上有些人很谦虚 但实际上会理所当然的认为 当然听我的呢 我投资哦 而且我这方面凭什么我没有人力呢 我这方面很有看法的哦 所以很多奇怪的建筑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一个高明的建筑师 他就要学会怎么样跟客户打交道 所谓跟客户打交道 就是说要符合著名的广告人澳美的一句名言 第一句话叫做所有客户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就跟那个说所有的客户都是上帝 但是还有第二句话 你的本事就在于你能否说服客户接受你的方案 而且越大的投资越是公共的投资 而且越是大财产投资 他越有一个超出建筑以外的诉求 比如说香港的著名的汇丰银行 他的设计者就是著名的所谓高科技派的大建筑师福克斯 福克斯设计的东西太多了 是吧 我们这个北京迎接北京奥运的那个北京机场的第三期工程 就是他设计的 当时的理念是要设计一个可以拆下来搬走 在另外一个地方重建的建筑 这么巨大 从理论上来讲 从实际操作来讲 也的确好像是可以拆走的人 看上去 当然他的寓意就是 一和财团面对一个香港要回收的状况 那么这个巨大的金融中心在香港建起来 同时要拆走 他是不是要保全大家一个意思就是 一搞不定我就马上走人 当然不可能拆 因为拆的成本比甚至还贵 但这是个噱头啊 所以这些都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 它已经超出了建筑本身的实用功能的需求 而变成一个重要的象征 财富象征 权力象征 社会地位象征 来自比如说对未来的预测的象征 那我又讲回来了 像这种我们通常叫做巨像建筑或者像型建筑 这个也不是徐老板第一个创的 其实这个早就有了 而且我找了一些资料 发现其实国外也很多 而且还不缺乏有大师级的作品 都是在里面 比如说西里割剧院就是 对啊 西里割剧院这几个贝壳 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如果说再往前再探索一下这个所谓象征建筑 科布西野那个著名的朗香教堂 对那个船翻过来 是吧 朗香教堂似乎也是有这个含有 对对对 那么呢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问题 涉及到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 也许有一些伟大的建筑师 或者说有狂想的建筑师 内心深处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 你当他这样认为 这个建筑就等于是雕塑 对对 我要通过这个建筑去体现我的想法 那么它就成为雕塑 那么在传统的美术史的分类 大家记住啊 西方的经典的美术史的分类是这样分类的 就是三个建筑 雕塑 绘画 不会反过来的 规划是最差的 首先是建筑 所以实际上标准的美术史 第一个是讲建筑 第二个是讲雕塑 为什么 雕塑是为建筑服务的 有的建筑 那种雕塑去装饰建筑 第三个才是绘画 为什么 绘画是壁画 里面的装饰 里面的装饰 是吧 所以 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西方 不管是从古希腊的菲迪亚斯 到文艺复兴的这个 米开朗基罗 甚至包括画家 乔托 其实他们都同时是建筑师 他们都做过建筑 乔托就设计过一个小教堂 那更不要说米开朗基罗 是吧 那么 如果有机会 所以雕塑家也是建筑家 比如说贝尼尼 我们知道贝尼尼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 巴洛克风格的重要的一个 一个代表人物 是不是 但是如果有到梵蒂冈 你就知道那个 巨柱走廊 就是他的建筑 所以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首先 建筑和雕塑 有时候分得很轻 有时候分得不轻 但是 但是在建筑挂帅的条件下 建筑家和雕塑家 他们是同一个人 他们都还会有所区分 为什么 是因为建筑已经有一个风格的规定 如果说按西方的说法 这个规定可能跟古罗马的著名建筑师 维特鲁威写的建筑史书很有关系 所谓建筑指的是不同的注释 以及以注释为代表的不同的空间体面 也就是比例 然后 在这些空间体量的凹凸处 转角处 空间位置 放雕塑 这是风格分类 在国代社会这很明确 所以 我们是很难在国代社会 我认为是一定要不可能的 找到所谓相形 好 什么时候出现相形建筑 我查了一下大概 90年代初 最早有80年代末的 89年88年的时候就有了 您这样说起来 我觉得好像是跟后现代的雕塑 它是一脉相承的 后现代就好像把一些日常的物品把它放大 像椅子放了巨大的椅子 那个夹衣服的假 放成一个巨大的雕塑一样 它这个就再放大 所以 实际上 还是跟背后的社会 实际上有密切的关系 传统的风格 类型 崩溃 或者推出历史舞台 人们有越来越开放的视野 但同时 就一定带来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尤其是有一些 也许他不一定是建筑家 也许他不一定是教授家 但是他在自己的小地方 按照自己的要求 盖一个房子 比如说他很喜欢养老鼠 他就把房子给它成老鼠 你也拿到没做 反正这个地方是我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面就出现象形建筑 但是呢 如果象形建筑 出现在那些重要的公共场所 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建筑 比如说球场啊 歌剧院啊 法院啊 政府大楼啊 那么这个象形与否的问题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我呢 就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 有我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些特征吧 象形建筑在国外出现的最多是在美国 发现是在美国 所以工作人家美国都没有 而且公共的很多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主题公园类的 就特别多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嘛 因为你进入主题公园的话 想看一些浮夸一点的东西 这个可能还觉得会正大一点 但像您说的这个 在公共地方好像那个勘察师是图书馆 那个图书馆 我往这里有 它就是那个图书馆的外里面 都是一本本的大的图书 就是说在公共建筑 比如说图书馆啊 儿童中心啊 社区中心啊 甚至一些娱乐 看到是什么的 社区中心啊 有这样的一些建筑呢 尤其出现在美国呢 我觉得很可以理解的 因为美国人本来就是 我们说的好听到开放的 说的不好听 按照欧洲的看法 就美文化 下巴佬 土巴鲁 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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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理解 但是 其实我想了一下 还是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讲到娱乐中心啊 我为什么 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公共空间 某种意义上和娱乐中心还是要区分的 娱乐中心是娱乐 所以 所以我们在讨论城市学规划的时候 我当年读博士 建筑博士的时候 我们就在通过学习城市规划和城市社会学 就知道美国有三个重要的反面案例 就是说失败的案例 三个重要的失败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娱乐中心啊 为什么呢 因为拉斯维加斯是在沙漠上建起了一个赌博之城 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所谓文脉可言 所有人到这个地方就是去赌博啊 去玩啊 去闹啊 过两三天走人 所以 这个性质决定 拉斯维加斯这个在沙漠上凭空而起的城市 一定要光怪路 一定要越奇葩越好 所以你们也可以到澳门看到这种奇葩见 对啊 这是第一个例子 阿拉斯维加斯 辛普京 他就是参照的 就是拉斯维加斯的 所以拉斯维加斯 其实你刚刚说的 首先我要以拉斯维加斯为重要的案例 因为 九十年代有我们有很多中国的 刚刚富家的老板们 他们心目中梦想的现代化城市 就是拉斯维加斯 其实拉斯维加斯 是城市学首先要批判的一个反面案例 它是不能普及的 是 是 是 啊